来自于地球之外,别的星球上面的一些岩石掉落到地球上,然后就被称之为陨石。 一般来说,陨石都是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,因为通过这种特殊的岩石,研究学者能够分析出关于一些宇宙太空中别的星球的信息,因此陨石也是很多人争相收藏的东西。 不过在这其中有一种陨石叫做火星陨石,简单的说是来自于火星的一种石头,可是火星根本没有撞击到地球上,又是如何将这些石头送到地球上的呢? 关于这一点,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的好奇,火星并不比咱们地球小,而且火星也是被研究学者一直重点怀疑存在生命体的一个星球,并且火星存在的年代非常的久远。 而且在过去的火星或许还真的像我们地球现在一样,也是一个比较虚拟温暖的星球,在上面很有可能也孕育了生命体。 至于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如此恶劣的环境,研究学者正在不断地探索,希望能够进一步地揭开其中的奥秘。 当然对于地球未来的发展,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,防止我们地球不上出现火星的后尘。 不过我们现在要说的是,来自于火星的这种陨石,火星虽然说在太阳系中距离地球是比较近,两个星球到了近点也是达到了5500多万公里,而如果是远点的话,很有可能会达到4亿多公里。 想想这么遥远的距离,这些小的天体,是如何能够冲到地球上来的呢? 关于这一点,研究学者其实已经搞明白了其中的因素,根本原因就是小行星在作祟。 因为在咱们太阳系之中,其实有很多的小行星,尤其是在火星和木星中间的小行星带,可以说数量相当的庞大。 而且已经发现了小行星现在的一些特别的小行星,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探测。 研究学者发现,这小行星带的行星数量。 经过初月的估计,最起码也有近50万颗,这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。 那么这么多的小行星,在距离火星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地带不断地运转着,想要完全的不召集的火星估计是非常难的。 所以研究学者认为,其实这些小行星,偶尔会发生一些调皮的行为,那么它们就会脱离自己的轨道,有可能会撞上火星,而火星周围并没有过多的保护。 所以这样的小行星,如果撞击到火星之上,就会在火星上留下一定的痕迹。 也就是说这个小行星会撞在火星的表面,但是同时也会对火星表面造成一定的损伤。 有可能小行星在撞击火星的时候,火星表面的一些岩石碎块之类的,会被剧烈地撞击,直接撞出火星可控范围内,冲到宇宙太空之中。 虽然说火星周围也是存在一定的引力,但是如果比较大块头的小行星撞击火星的话,那么这个撞击所产生的威力是巨大的,瞬间的移动速度有可能直接就会逃离它的引力牵引作用。 当它们逃离了这个引力的控制范围后,这些石头有可能就会成为宇宙之中的一些小天体,而这些小天体其实就是来自于火星的一些大的岩石块而已。 当然,它们就形成了新的宇宙之中的小天体。 这些小天体并不一定只是会在火星和木星中间的这个小行星在运行,有可能它们会被撞到别的地方,或者说是距离我们地球比较近的一些地方。 当这些小行星无限地接近地球之后,就会被引力给吸引,那么这些小天体在撞击地球的时候,有可能并没有被地球的大气层所燃烧殆尽。 当然,它们也就会像宇宙之中别的普通的小星体一般撞到地球上,然后在地球就会留下陨石。 因此,我们地球上现在探测到的火星陨石,其实应该是来自于这些宇宙之中小天体撞击火星,然后间接地形成了火星之上的岩石块冲击地球而没有燃烧殆尽。 形成了这样的火星陨石,这样的一个解释,估计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了吧,到现在为止,我们在地球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火星的陨石,而且通过研究发现这些陨石,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岩石层,当然通过研究这些来自于火星的陨石。 对于我们研究火星上的火山活动,以及火星上的地质结构是非常有用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